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unny 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做了2022年全年美股风险预测 当时有讲到加密货币崩盘 可能会成为2022年的一大黑天鹅 去年没有想到会战争啊什么的 当时能够想到的就是币圈的崩盘 而今天上午币圈真的崩盘了 崩的主要是小币种LUNA和稳定币UST UST作为稳定币本该是1美元的 今天兑换价最低出到了30美分 你看它的整年币价走势 长年以来都是1美元一个 今天突然就跌成了三毛钱一个 稳定币在币圈就是当美元来使用的 稳定币暴跌那就相当于银行挤兑 后果相当严重 请注意也不是USDT USDT还是稳定的 作为币圈交易基石的USDT 交易量巨大 是加密货币交易的定海神针 要是连USDT稳定币都不稳定了 那才是地动山摇 而今天一天币圈极度动荡 美股也跟随其后 因为币圈崩盘在前 美股崩盘在后 可以考虑币圈崩是股票崩的原因 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美股就是要俯冲到1万点来势汹汹的 三大指数全面大跌 大盘收盘惨不忍睹 纳斯达克指数大跌373点 跌幅3.18% 标普跌65.87点 跌幅1.65% 道指跌326.63点 跌幅1.02% 今天的大跌是在权重股 补跌的情况下发生的 技术破位基本落实 标普是接接实实跌破了4000了 这样一来4000从支撑位变压力位 下跌趋势形成之后 惯性继续下跌成为概率较大的事件 即使短期内有再探4000的反弹可能 但是也将逐渐衰竭了 标普前期化的黑色水平支撑线破位后 很快破位大跌 远离黑色水平线 表示破位之后杀跌力度强劲 空头势头正在猛烈 不见得是抄底良机 纳斯达克继续大跌 没有止跌的信号 一万点以下能不能看到 是很难说的 但是越来越有可能看到了 纳斯破万点将形成新闻 重创多头信心 达到市场充分出清的目的 资本市场到底是不是零和游戏 很多人认为不是零和游戏 我认为有基本面支持的好公司 确实能够给市场创造价值 但是这种疯狂下跌 实际上是对两年里面 疯狂上涨的一种修正 套一句废话就是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次讨债的速度有点快 讨债鬼变成催命鬼了 让人非常受不了 在这种暴跌趋势当中 绝大多数人是亏钱的 仓位为零的 做空的才赚钱 这样的奇才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抱着特斯拉 苹果等好公司 也是一路亏钱 苹果高位补跌 跌破150美元 成为技术上抛售的一支权重股 150美元叠加苹果年限位置 是大资金逢低布局的重要点位 最近的一些分析文章认为 苹果回到150 巴菲特又有机会抄底了 同时苹果也要回购股票900亿 这些资金总会进来托市的 但是另一个方面 来自中国供应链不顺的压力 使得苹果已经发布业绩指引 二季度将少赚80个亿 在减速财报发布之前 苹果可能还有上涨的动力 而苹果作为美股的股王 一旦低头往下 大盘就很难抬头了 正如上期节目讲到 当权重股开始不跌的时候 其他早期就开始跌的股票 还会再跌更多的 木头姐今年比我惨啊 她买的多只股票都是腰斩再打折 与币圈有关的一只股票 Coinbase 今天低位继续暴跌 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 当Coin在350跌到100的时候 跌了百分之几啊 算一下 跌了71.4% 当它在100的低位 三天跌到50的时候 跌了百分之几呢 百分之50对吧 所以在很低的位置 继续大幅杀跌 并不表示跌幅会少 亏损会少 而是同样亏损起来 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抄底 有时亏损比例 比套了半年还要高 这个是炒股的认识误区 就是以为跌很多了 不会亏多少了 苹果跌破150 破年限 这些都是空头信号 我相信苹果作为一只 内在价值非常不错的机油股 不会疯狂暴跌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 再跌个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呢 如果苹果再补跌百分之十 那标普将跌破3800点 那只跌到一万点大关附近 宏观因素方面 是什么东西造成今天币圈也崩 美股也崩呢 就是一个CPI 通胀指数 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8.3% 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8.1% 物价飙升是40年高位 通胀直接对应加息 鲍威尔体会到普通人在物价上碰到的压力 是一定要把物价打压下去才可以的 两次FOMC会议都加息 通胀没有缓解 这就很尴尬了 在目前的事况当中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避免那些前期爆炒的概念股 不接掉落的刀子 千万不要以为以前跌了75%就差不多了 18层地域下面 现在扩建到72层了 以前古代不好搞 建18层地域很了不起了 现在技术先进了 没底的呀 而暴跌当中呢 苹果微软这两大巨头 可能会给出一个你以前追不上的价格 现在就摆在眼前 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苹果 安全点增厚 到时啊 一把把现在亏的捞回来 我知道现在的行情令人沮丧 我在之前标普破位的时候 减仓拿出本金 剩下的仓位现在也是还在亏钱啊 大家都差不多的 美股的下跌结束的时候 反弹是非常快的 那在绝望之际 我们来欣赏一下以前的多个环金坑 这是2020年3月的暴跌 惊心动魄 非常绝望 而拉长周期一看 这个绝望的时候 却是抄地最好的位置 2018年圣诞节前 美股跌得让人绝望 2018年年底一过 大盘见顶回升 可见绝望的时候 正是最佳基球点位 大跌当前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反转 事后一看 哎呀 当时怎么没抄个底呢 这个问题在美股里面 几乎没有解决的方案 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自己能吃的销的仓位 去买那些套住了 也能等解套的个股 好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